上一刻才说,没有芸汐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,这回来又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承认,芸汐是她的女儿,打脸倒得这么快,让芸汐和姚姻都忍不住想笑。 梁秀琴的无耻和不要脸,真是一次次刷新了她们的三观。 妈,刚才你还说芸汐没我这个姐姐,你也没有我这个不要脸的女儿,你这脸打得疼不疼啊? 我? 梁秀琴这台意识到,自己为了诚意时口舌之快,堵死了自己的退路。 可是,她又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大笔钱从自己眼前溜走,一时间又气又急。 刚要开口,芸汐又抢了先。 既然这样,我自然也是不好勉强你受着我,我觉得,爸分配得就没毛病,你负责芸子林的一切,她负责我。 既不劳累你,又不委屈我,一举两得。 哼,什么一举两得,你还没成年呢,一个人拿着那么多钱做什么,要是遇上打劫绑架,还得我跟你爸劳心劳力去救你。 哼,妈会救我,我表示很怀疑,恐怕到时候我真被绑架了,你高兴还来不及呢。 毕竟,少了我这个丧门心,少了我这个祸害,你眼不见心不烦。 你,你说的什么话?我是那种人吗? 被芸汐说出了心里话,梁秀琴心里咯噔一跳,紧张的眼神闪烁。 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,立场坚定,她又不得不厚着脸皮,去替自己争取,试图说服死丫头,乖乖把钱交出来。 我跟你爸,辛辛苦苦把你养大,你现在会赚钱了,孝敬我们俩,难道不应该吗? 梁秀琴刚说完,云子林也跑了过来,五万块可不是小树木,砸在脑门上的馅饼,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云汐这个死丫头。 就说姐,爸妈那么辛苦把你养大,就算你长在乡下,每个月也没少给你生活费啊。 现在到了让你孝敬爸妈的时候了,你就这么不情不愿,你也太没良心了吧。 哼,生活费? 芸汐调调眉,细缺的勾勒勾唇,看向一侧的良心仪。 每个月的生活费,好像是爷爷出的吧? 而且,那笔生活费有没有用在我身上? 想必表姐比我更清楚。 妈这么想要孝敬,得让表姐孝敬您才对。 毕竟这么多年,云家的生活费,全落表姐身上了。 说这话的时候,芸汐朝梁心仪看了过去,唇角勾着细缺的浅笑。 表姐,我说的对吗? 梁心仪姗姗姗地扯了扯嘴角,就算是事实,也都不会承认。 咳咳,芸汐,话不能这么说,姑姑对你有养育之恩,你要报答也是理所应当。 至于我,我肯定会报答姑姑的,只是,你是她的亲生女儿,你更应该好好孝敬姑姑,我怎么好抢在你之前呢? 芸汐倾笑了点了点头 并不否认这句话 梁秀琴以为自己把她说服了 正高兴着 芸汐又一桶冷水泼了下来 可妈你以前就说过 你一点都不稀罕我的东西 以后我是死是活都跟你没有关系 这话当初二神也是听见的 姚音点了点头 毫不客气地戳破梁秀琴最后的幻想 嗯 上个月你被大哥赶出大院的时候 你就说了 芸汐以后是死是活都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稀罕管她 所以现在 芸汐要孝敬的只有大哥 而不是大嫂你 既然妈这么担心 我拿着这么多钱被绑架被打劫 二神 这笔钱你先帮我盛着吧 就当是 以后上大学的学费 既然是学费 想必 妈不会跟我把学费也要过去的吧 这笔钱你先帮我把学费也要过去的了吗 这笔钱你先帮我把学费也要过去的